香港不是一個人住的地方 因為我們根本住不起 在這個鬥影這麼小的城市 平均赤價就成為一萬六千元 就算不飲不食 我們都要足足二十年才能買得起樓 劏房越劏越小 租金越升越高 究竟我們還可以住在哪裡? 一連六集放眼全球 就放香港、德國、韓國和台灣 拿著四千五百元找租盤 看看可以住在什麼地方 香港現時有二十一萬人 住在很惡劣的劏房環境 人均面積基本上只有五十六十五平方尺 遠低於公共空準七十五平方尺 簡單來說 隨時半個車位大過他們的家 所以今天我們試試用四千五元 看看我們可以住在什麼環境 四百二十二呎 七百二十八萬 六百九十八萬 四百二十四呎 我們全部都住不住 我們只要四千五元 我們先找租盤 打擾了 九十年代曾經被聯合國批評侮辱尊嚴的鐵龍 至今仍然是過萬戶、貧窮戶的選擇 現在來到其實只不過是一個個人的單位 但如果你可能再大隻一點 那誰都相信 其實很多連腳都未必能穿得直 二十年了 以前便宜了 現在便宜了 現在便宜了 晚上咬得多 你幾個海 這些當然咬的 你嚴重的 沒辦法 就有它 而你這裏也住不住 還需要住哪裏 包括龍屋在內 理類單位在油尖網和深水埗 就有三點六九萬間 單位不單止小到客人 接著這一間 赤租還高到離地 這一個其實是俗稱叫做棺材屋的地方 那你見到目測看 其實這裏的床 其實是大概 一張床有加 側邊少少擺東西的位置 例如它自己摘物 吃的東西 甚至乎一些調味料 都是擺在自己的位置 業主用木板在單位分隔出十六個床位 只是坐直個人便已經撞到頭 但赤價高達一百零五元 比太古城的租本赤價高出一倍 離開這間赤價離地的棺材屋之後 我就去嘗試找一些有到立池處的地方 大家看到一開門就已經在廚房了 然後廁所大家其實可以看一下 因為地方非常有限 其實連一個棋位置的洗澡 都非常非常少 當然不夠 你說三個人住 一個櫃都沒有 對呀 我的三個人都擺上架 我老公在那裡 壓迫的空間 家人之間更容易爭執 就連吵架的位置都沒有 除了環境細小 大廈天台 和後巷棄紙垃圾問題嚴重 不少劏房戶都深受鼠患的困擾 但是因為這個單位附近的環境 其實都挺惡劣 有很多老鼠 蟑螂 大家看到其實窗後面這些位置 全部都是封住 不可以開的 所以到夏天的時候 其實單位可以說是非常之熱 香港人越住越小 機場房屋 赤價貴過私樓 找了整天 最多都只是住到120呎 近年說共居 有人說是美化劏房 有人說是赤凳出路 香港式共居 又是否真的可行呢 而其他國家 應對房屋問題上 又有些甚麼選擇呢 香港年輕人買樓 是一件很難的事 所以我覺得 現在做共居 是一個比較新興的事 是發展得很好的 如果身材高大一些 你就會感覺到一種 生活的壓迫感在那裡 I was scared I was like Oh no Is this what I have to accept? 除了這個衣櫃之外 其實就是沒有任何地方 可以讓你把你自己的東西 4900只能租到這裡的四人房 大致上就是兩張的樓架床 下一集 記者帶大家去看看 香港式的共居 究竟是共住還是局住